华人传统文化对于风水非常的看重 那么台湾辅人大学心理学准博士蔡周龙 近期在美国洛杉矶举办了风生水起逍遥游摄影展 以及免费的风水讲座 她说拍出了迷信禁忌之后 其实风水是符合现代科学的 一块来看看 来自台湾的蔡周龙 近日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办为期两天的风生水起逍遥游摄影展 以及免费风水讲座 现为台湾辅大心理学准博士的蔡周龙 认为最佳风水不在山头在心头 博大今生的风水学说 去除明细禁忌后 其实很符合现代科学 了解基本概念 人人都可以做风水师 风水它跟我们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其实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懂得如何 来布置我们属于自己的风水 我们不希望说这个风水只是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中 而让这个风水跟我们的生活脱离的越离越远 所以说华人的一个社会中 对风水确实非常的注重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演 能够让大家更清楚 所谓的风水跟我们生活 如何做紧密的一个连结 所谓的风 如果以现代的一个方向来解释的话 风就是我们的生活动线 那水就是我们的一个居家布置 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风水建立好的话 我们考虑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生活的一个领域中 它如何把动线调好 那以及说我们怎样的布置 才会让我们觉得舒适而美观 那个这个舒适美观 它就是拥有最好的磁场 最适合我们个人的磁场 别人所认为的好 不一定是我们的好 但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好 就绝对是我们自己的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风水布置 都应该由我们自己本身 亲自认真的去面对 然后来做处理 这才是最正确的一个风水观 泰州龙20多年来受邀各地演讲 每年都会来美国做巡回讲座 在台北首展之后 也将展品移至洛杉矶 展出最近两年以星象摄影风格为主的星座 且由照片中的风景 向民众展示内心的感触 他希望由他的画展与讲座 能帮助大家在未来家庭事业 人际裁员上 都能向他的摄影展主题 活得风生水起逍遥游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